嗨 大家好 我是 Tom 大家好 我是 Jerry 我們是 Tom & Jerry 今天有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要跟大家來宣布 什麼是什麼是什麼 那就是我們 湯姆兄與傑立書的頻道 要正式上線啦 這是因為要分享 生活風尚 時尚美學的頻道 跟著我們一起好好生活 過好生活 在追求過好的生活的同時 你是否也忽略了要好好的去過生活 我相信很多人都盲目的活在別人的期望裡 逐漸遺忘了最初的那個自己 所以呢 我們的頻道精神宗旨 就是要提倡愛你現在的生活 過你向往的人生 喜歡我們的朋友也別忘了按下訂閱鍵 讓我們的日常溫滿你們的日常喔 記得按下訂閱鍵喔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現在在桃園國際機場 耶 大家可以猜猜看我們要去哪裡呢 你知道已經過了三年的時間啊 終於 是吧 我們好像有三年沒有出國了 嗯 相信大家應該都受這個疫情影響非常的多 所以現在往後看我們現在在桃園機場 準備要來登機 準備要去登機了 而且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現在啊 是不是外面是天黑的狀態 對 那就代表我們要搭的是夜班的飛機 對 所以應該可以猜得到 我們要去滿遠的地方喔 這真的滿遠的 我們這次飛機好像要坐15個半小時 才能抵達我們要去的地方 那你覺得15個小時會累嗎 去玩當然不累啊 怎麼會累 對啊 現在只有興奮兩個字 真的是很興奮 為了今天的這個旅遊 我們真的是 準備了很久的時間 我們準備了三年的時間 三年就求大家一見 那我們先來找找看我們的登機口在哪邊 登機口 不是登機口啦 不是登機口啦 是check-in的問題 你看太久沒來了 我們都忘記自己到底要走 我們啊 剛剛跟立晴妹妹就是確認過 今天的班機竟然超級大爆滿的 我們真的超驚訝的 就是 原來好擠喔 博門大開 大家錢包跟著 真的也是打開耶 趕緊的 真的是大家都要飛出去 好囉 現在要登機行李了 趁重 真的好開心喔 這一刻真的是 終於要飛出去 你在幹嘛 我在 挪動一些行李 為什麼 因為我們行李竟然超重 剛剛看好像是25.8 超重了 2.8公斤 所以現在 必須要拿一些東西起來 然後現在Jerry在整理當中 你其實有什麼可以拿起來的啊 我不知道要問你 你是收納達人 發生了一些 尷尬的難題 我真的沒想到 我去城實驗就已經超重 那回城到底該怎麼辦 本來想說應該一鄉去 然後到時候如果買東西回來塞一站 應該差不多吧 結果沒想到我們去城就已經超重了 所以剛剛才會發生這麼狼狽的 把行李拿出來一些 然後請求我們美麗的地勤 妹妹幫幫忙 然後我們才順利的讓我們的行李 那我們現在也準備要過海關 好久沒有看到這個場景 然後呢 今天我們的一個很非常大的重點 就是我們要進去 貴賓室 我們已經過完海關了 我們現在要去一個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背後這三個字 有看到嗎 我們現在要去 貴賓室 沒錯 可是我們今天搭的是商務艙嗎 我們今天搭的是經濟艙 我們搭的是經濟艙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去呢 可能因為地勤妹妹真的很喜歡我們吧 我想應該是沒有 那邀請我們進貴賓室去看看 大家開箱一下這個貴賓室 我們剛剛發生了一個很特別的小插曲 我覺得這小插曲非常的優秀 爽 因為我們是長榮航空的銀卡會員 只能去The Club這個是貴賓室 但是剛剛呢我們走去了之後發現 已經沒有開 今天是關閉的 它是關閉的 所以我們就走過來 那這個廊址就是只能給金卡會員 或是搭商務艙 商務艙啊 黃喜閨光艙的乘客才可以進來的 然後就問那個櫃台的地勤人員 他們就說 因為那邊現在是關閉的狀態 所以呢 就是銀卡會員就是可以過來這邊 我一聽到想說 其實有多開心 看到更好的 因為這邊的空間比原本我們要去的The Club 會再大一些 餐點啊什麼 會比那邊再好一點點 就覺得蠻幸運的這樣子 因為以前我跟Jerry都是在海外工作的 那以前我們一開始都並不知道說 如果要搭飛機的話 你就是要去登記成會員制 累積里程都不清楚 之後來有人教我們說 常搭飛機 你最好一定要有固定的喜歡搭的買航空公司 然後你就可以去網路上 申請成為它的會員 那你每次搭的里程數 它就可以幫你累積在你的會員卡裡面 那你就可以升等成不同的會員卡 然後呢 長榮航空就是星空聯盟 那星空聯盟底下就是有長榮 有新加坡航空 然後我記得全日空也是 還有泰航也是 全世界的航空有三個主要的 主要的 像是有環宇一家 就是像國泰航空啊 美國航空跟日本航空啊 然後或者是你如果是喜歡搭華航的朋友 那就是會有另外一個像是天河聯盟 那其實我覺得是 你選擇哪一個都沒有關係 就是看你對哪一個品牌的忠誠度 跟你喜歡搭哪一個 對啊 哪一家的航空 那就盡量都是以你在的那一個 會員機制裡面的航空去做搭乘 才能夠共同的去累積這個里程的部分 而且我覺得這有好處 所以我們之前就有曾經就是換過名這個機票 所以爽的應該是去美國的時候 對對對 我們曾經去紐約玩的時候 就有曾經是用我們買經濟艙的票 然後用之前累積的里程 然後直接upgrade到 然後直接upgrade到 upgrade到黃喜桂冠艙 真的很爽 那時候來回都是 所以我覺得累積里程 它其實真的很好 然後是一個很優秀的服務 然後我們現在呢就是要來享用一下今天 貴賓室裡面所提供的食物 很久沒有吃貴賓室的食物 我最喜歡吃貴賓室的食物 超爽 先進一杯 先進一杯 鬆菜 上飛機前可以先來這邊先吃點東西 墊墊味其實也不錯 嗯 而且我們今天會做一個很重要的開箱 就是貴賓室這邊啊 是有提供淋浴間的部分 然後我們兩個啊 算是熱愛在機場洗澡的男子 每次有機會坐長途飛機 然後我們就會去登機這個淋浴間 其實這真的很重要耶 就只要坐長途飛機 有10個小時 8個小時以上呢 都覺得如果你要搭飛機前 你可以進貴賓室洗澡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如果你上飛機前有先洗個澡 然後你就會覺得 哇全身都很舒服 那上飛機你吃完東西 或是吃東西前你想要睡覺的話 你就會覺得 就會很舒服 好睡很多 真的好睡很多 所以我覺得 有機會進貴賓室 一定要去櫃台先跟地行人員安排說 你要排淋浴間 這很重要喔 大家一定要記得 因為淋浴間這個功能其實滿搶手的 所以像我們剛剛一進來啊 我們就先去登記了 然後他就會給你一個像一個 就是美食街會給你的這種震動器 然後他要先等前面的會員 因為一次他只能提供兩位 然後有兩間沖 沖涼的房間 就只能按著聲音先排了 時間到的時候這個震動器 就會叫你去櫃台 跟他們領取淋浴間的鑰匙這樣子 好呢 現在要進來我們的淋浴間了 進來呢 這邊就是一個洗手台 然後我旁邊看 他就是會有一些櫃子 他裡面應該會放一些東西 他有提供兩種吹風機 這個是這個 Tescom的耶 Tescom超好用的 然後這邊就會提供 脫鞋 還有浴巾跟毛巾 然後這邊很貼心的是 倒還會有身體乳液 也會有牙刷 梳紙 然後再來是浴帽 然後再有花棒 然後化妝棉 然後這邊呢 就是我們的淋浴間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設備 其實像是蠻完善的 然後連細節的部分 像是腳踏墊 都有做提供 然後大家也不用擔心 需要帶自己的備品 因為他這邊其實提供的備品 質量算是蠻好的 然後也是相當的方便 再來的話呢 我覺得這邊有個很貼心的功能 就是如果你是本身 比較怕冷的 可以點這個暖房 所以像是還蠻完善的一個空間 介紹給大家 那如果有搭乘長途飛機 都很建議搭飛機前 都可以進來 先預約 沖個澡 這樣上去坐飛機 就可以舒舒服服的睡個覺了 我們現在要來出發去登機孔了 準備登機囉 好開心 要飛去一個遙遠的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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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的位置到了 我就在這邊找我的位置坐了 找我的位置坐了 滿的喔 好滿喔 天啊 大家 超傻眼 飛機 我們登機了 但是飛機有夠滿 然後出都市人給大家偷看一下 真的是全滿耶 全滿耶 傻眼 我本來以為 就是說疫情剛打開 可能人還沒有這麼多 沒想到整個是滿滿滿的 可是我覺得為什麼會這時間回去 應該是因為今天是10月30 今天是31 所以是Halloween 所以很多人都是要回去過節的 好現在到這裡囉 拜拜 我們降落到巴黎囉 剛剛降落 竟然沒有空橋可以讓我們下飛機 在飛機上待了大概30分鐘的時間 因為我們要趕去火車站 我們沒有要在巴黎停留 我們等一下要去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因為現在已經9點半了 可是我們的火車是11點09分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點點趕 真的很趕 那我們就先趕去找巴士站先 拜拜 那也希望就是我們趕快打開 也有很多的遊客旅客可以來台灣玩 吃台灣的美食 然後感受台灣人的熱情 那你先給我一次 吃吧 我們下一次